在很多的电影中 猪脚追击敌人的时候 爬上了敌人的汽车 这一辆车会想办法撞到一些东西让你掉下来 但是如果是撞到空纸箱 猪脚却不会遇到危险 也不会从车上被撞下来 这是真的吗 为了验证这一流言 夏娃将汽车进行了一番改装 在汽车的上方 安装了一个小塔吊 这一个小塔吊能够直接吊着一个人在汽车上面 如果是趴在上面 出现被撞出去的情况 塔吊也能保护人的安全 让人不至于被撞飞出去受伤 试验追击亚当的人 在汽车的前面 他们放置了一堆的空纸箱 之后看到最后空纸箱是否能够将夏娃撞下来 亚当将汽车加速到45里每小时 然后迅速用汽车撞上纸箱 但是却发现 撞上纸箱以后 夏娃根本没有被撞下来 甚至夏娃都没有抓着车顶 两只手都是空着的 都没有因为受到撞击而掉下来 看来如果是趴在车顶 纸箱对于车顶的人 根本起不到多大的影响 那么如果是趴在汽车的引擎盖上 又是否还是像这样 不会被撞下来 这一次换成了亚当再趴在引擎盖上 而夏娃则是在汽车内部进行开车 亚当认为 在引擎盖上也许会因为直接面对纸箱 而出现不同的表现 所以亚当在引擎盖上 直接选择狠狠抓住车窗底部 防止自己掉下去 在夏娃将汽车加速到45里 并且很快撞到了纸箱上 在撞到纸箱的一瞬间 亚当虽然出现了一点晃过 但是并没有直接掉下去 亚当也感觉到 其实纸箱对于自己的伤害也是微乎其微 如此看来 在汽车引擎盖上 也不会因为撞上纸箱而掉下来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